这个病毒真正爆发了 但是两场病毒 现在都是具有不确定性 都具有不确定性 观众老百姓早就很清楚 一个叫冠状病毒 一个叫冠状病毒 用这八个字 把这场两个病毒的关系 和他的共生现象 清楚的描绘出来了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一个是这个 周先旺和湖北日报 党媒记者造反 这两个造反情况之下呢 美国的这个科学 这个世界上的科学杂志全文艺术杂志 纽约刀发表文章 不仅把这个 12月8号 被感染的第一例的这个 时间完全推了 对不对啊 而且他还告诉大家 在最初感染的四个人里头 有三个人没有去过 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啊 说明又说明两个问题 那两个问题呢 就像这个 这个接受这个采访的这个人在说啊 他说在纽约刀上有一个作者 通信作者他说我们至今不知道 说实话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哪里来的 嗯 这是一个对吧 那么第二个那么这个事情呢 你把它归结为 冠状病毒的那个这个归因呢就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 跟海黄 他那海鲜市场没多关系现在啊 对不对啊 哎 国内这几天告诉你追责追领导没有追到 他把这个责任追到哪了 追到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华南海鲜市场是谁呢 把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美女老板 赵宏给弄出来了 我们我们看看 他们挖的这张照片啊 这就是赵宏 嗯 好 不仅挖了赵宏 还挖了这个赵宏的这个老大哥啊 叫余先生啊 把这两个私企老板这是给给给给给先个挖出来了 说是说这些人在华南海鲜市场卖这个卖卖这个野生动物 然后呢 并且在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了这个冠状病毒 大有这个矛头集中到这两个私企老板的身上去 但是刘月刀现在这个文章出来的很及时啊 把这两个机盘就栽掉了啊 这两个人啊 这个赵宏 09年到16年的期间 在管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06年16年以后他就不管了 你怎么能追到他的头上去呢 嗯对不对啊 那么 看着现在赵宏是给慢慢的栽出来了 而且赵宏后来说他离开这个四号他变成那个摄影爱好者 而且现在摄影非常有水平还搞个个人摄影展啊 谢谢这个何先生给我今天有人打算你送了我一杯咖啡 不是不是这是马先生他逃的私人腰包 马先生是刚才说啊我说你啊工作怎么怎么样 他说我没有拿你的钱啊 我说你没有拿钱你就更要认真啊 结果他一认真下去马上就买了一杯咖啡来了 这个咖啡则贵啊 对啊我知道我平常到偶尔的时候我会买一杯 嗯对啊 你会喝咖啡吗 我也我也喝我也喝 那么现在的最大问题在在什么地方武汉啊这个领导啊 这次呢 他说了两个做的不对啊一个是 他报了啊他报了以后上头没有及时给他的这个啊 反馈 导致他的 布置的措施不大 所有的责任都往上走了 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 我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啊你在记者会上说武汉 向外流出了五百万人 对不对啊 嗯 这五百万人是怎么流出去的 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如果要追根所缘的话 真正的要 去发现问题的话是这五百万人而不是现在全部的武汉人 现在武汉人啊在外地的感觉啊真的像我真的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 像这个各家老鼠被人追着打 是 真的是啊 是 这一千多万人不自应不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你应该真正的应该去追这五百万人啊 你的大数据你在新疆你建峰的不是五百人吗 你把你的 这个一体化作战平台你现在把它动起来 你把五百万人 到哪去你把它追踪好了 让他们在原地待 14天 自我封闭 这样可能是最 这个大限度的遏制他的这个 抑制他的这个危害 那么现在这个媒体报道啊 这个大家很关心的五百万人我现在看到的最新资料 这五百万人的流动啊到哪去了 先说海外啊海外有多少人呢 这个 4096名武汉 游客任在海湾 那么的 7150人在台湾 那么我们在美国啊 我估计啊 说的可能不止这4096个 这说的是武汉游客 那么拿美国绿卡的 从美国回去了啊 从台湾武汉回去了可能不止这不止那些 所以应该数字比这还要大 对大多了 还要大对不对啊 这只是说游客啊 还有7515人到台湾 现在我们看到的两个数字 另外一个呢 据 这个 协程统计 节前一周人口迁移最多的 15大城市 分别是 大家听啊观众听是不是跟你没有关系 第一位 上海 第二位北京 第三位广州啊 第四位深圳 第五位 寒州 第六位成都 下面我就不数数了 然后是南京 武汉 重庆 西安 长沙 天津 郑州 苏州 宁波 大多位于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地区 好了 现在知道这500万人主要往哪地方去了 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这500万人是什么呢 他是往武汉啊 往湖北以内的地方扩散 从武汉 往湖北以内的地方扩散 那么扩散的重点是 孝港和黄港 啊 这个这两个另外南洋也有很多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500万流动的城市走 这个在湖北以外的城市和省市的走向 以及这500万人在湖北省内部的流动的走向 这是我看到的 最新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呢这个武汉当局现在呢 把这个500万人控制的这个流动的这个问题呢当成了一个 对中央的政治责任 在某个意义上他比这个 治愈武汉的那些得病的人 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我在看当地的这个党政领导干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把 控制外疫作为第1项任务 然后是治这个治这个病人 治这个病人的受制于这次爆发的突然性 他的床位不够医生不够医疗资源不够 是不是啊他医院还在建 虽然他说号称用六七天可以建一手 北京的类似的小滩山医院 用另外六七天介绍你的第2手 但是也怎么着就等7天 你知道这些进的系统核心的卫生系统被军队接管了你知道吗 是啊我知道啊 待会我们要谈李克强的问题啊 对我们就谈了 那他不止 不仅是这个这个 那次接管很多了 对不对啊 那么他要以这种速度来补 那么更多的医疗资源在那儿 掉拨 但是我们知道 武汉需要的医疗 资源之大 把中国 甚至乃至全世界的一些资源都动用起来 都不够 又说口罩 口罩就不够 对不对啊 所以说 在短期内 解决武汉医疗资源的短缺问题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是一个中国梦 所以说 这五百万人去哪了啊 要搞清楚 武汉市要查清楚 为什么这五百万人会到 各个地方去 你要给大家说清楚 那么你现在只说了一部分 就是周先旺说了一部分 说我们给中央报了 但是 上头没有跟我们反馈 最后我们没法决策 因此呢 这个责任 我们有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湖北省的这个 领导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我们自责啊 对啊 但是那个省长啊 王晓冬 王晓冬 他还不敢说 嗯啊 后来你要说这个周先旺啊 是个汉子 因为四个领导里面 四个最重要的领导 一个是省委书记蒋超良 是王晓山的马仔 一个王晓冬 就是靠这几天招样撞变 当了这个省长出卖他的老板 他当年跟着他的老板 流放人 从这个江西到贵州 这个老板流放人给抓起来 省委书记 他来举报他的老板 后来保清成为 在观察上是很罕见的 成为贵州省的常务副省长 人家调到湖北当 湖北省委 正常委书记 现在是湖北省省长 这几天他出了大名 因为他那个口罩的寿司啊 讲了三次 这个官员的 这个官员的数字啊 这三个 坐在台上 搞记者会的三个官员 你看他们的数字 一个 戴口罩 鼻子露出来 一个讲一个口罩数字说了三遍 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那口罩带访了 这就是武汉官场 那不是武汉官场 湖北官场 那不是湖北官场 那是中国 所有的官场 你看 这三个 这次中国 所有的官场里面的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因为他们只是 有了这个机会表现出来 你说那个 这个王晓东 他讲一个口罩的数字 讲了三次 都是看稿子 对对对 他不是 我们做节目 没有稿子 我们可能会讲错 没关系 观众我们讲错了 观众说你们讲错了 我们讲错了 他不是 他人家是看稿子 旁边告诉他 这个数字是这样的 他还是念错了 紧张 紧张 我现在觉得他有点像 刑场 以前的那种 紧张状态 是 我觉得他紧张 对 中国的官场 这些官啊 这些年来啊 他没有练别的功夫 他就练 拍马屁功夫 对啊 这个上面如果练好了 那么官场仕途就一路高锅猛进啊 但是真正的在 这个领导能力上 在领导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效率上等等 真的缺乏磨练啊 对啊 真的一到这种 要需要用兵的时候啊 他就没兵了 对啊 这是习近平遇到的问题啊 真的那要有要兵 没有兵啊 全是一批 排马屁的这种啊 上将上将 中将 少将啊 就是这批人啊 省长书记之类的 你看这个 这次湖北 蒋超梁 没见他出来啊 对啊 这个 马国强啊 出的很少 就是报纸报道他出来 对不对啊 最先出的最前到的 就是这个 扶不上墙的 王小光 还有这个 王小冬 那王小冬还有这个 这次敢于造反的 周向万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是观察上的一个规则 如果 抓这个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两个家伙都要抓 那么党的决定 基本上是抓市长 在这个时候 凡确是有了困难 就把这个行政官员 往前面推 这个层上到下都是一样的 这跟我们 北京 以后下一个话题有莫大关系 对 这个这个党啊 这个党啊 永远是领导一切 但是我们通过武汉这个事情发现 一旦遇到市的时候 党是不负责任的 对 就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这个 一条规则 这个 这个跟英国女王制度相像 英国女王拥有巨大的权力 当然什么事情都是首相冲在前头 但是他是真不管啊 人家 对呀 人家不管了 人家拥有一个权力 但是我委托你 你是首相在前面坐呀 对不对呀 所以说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和 北京的这种党政关系啊 那党是有真正的实权呢 最后 党不承担责任 让一个没有实权的机构就承担责任 中国这样的 哪有这种规矩 这叫什么官场啊 对不对呀 嗯 现在我们都在怕 你继续讲 你才能没讲 对你才能没讲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这个 武汉市啊 领导承担这么大的啊 这个我 党政领导承担那么大的一个责任呢 对不对呀 就是说 现在 捋清楚这个武汉的这个事情的 发展到这么恶劣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人们就有一个 有个看法 如果你早一点采取行动 武汉绝对不至于这样 最近这个 美国有一个 好像是纽约州的一个很优秀的 这个传染病专家 自费去武汉考察了一下 嗯 然后他回来之后他说呢 如果早一点 武汉的病毒就不会那么严重 嗯啊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早一点的 不能做呢 我们也知道了 现在是 这个 周向旺把事情说出来了 嗯他们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这个材料呢 武汉在 一个月以前就把情况给完整爆了 嗯 一个月以前啊 那么 啊 这个财新啊梳理了一个 这个武汉 肺炎的这样一个大事劑 那么我呢大事小平已经做了一期节目 我就根据他的这个日记 对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和 啊 为什么习近平李克强最后批示 乃至于最后 这个啊 武汉被迫承认人穿人这样一个事实 我对他进行了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分析 那么我就发现那个 武汉当局在这个过程中 重造着 隐瞒真相的一个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1月 11号到1月16号 武汉官方的通报里头居然 一直停留在41例这个数字上 哪一天 1月11号 到1月11号到1月16号 5天 这个数字是原地不动 你知道为什么 哎 现在人们已经破译了这个密码啊 湖北两会 武汉两会 对 武汉两会 对 说他们在这个期间 要营造气氛 不能报 对呀 这是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更多的原因 我觉得上面还是 还有个 除了 武汉两会 还有上面不让报 这是这个周向旺弄出来的 现在他们不但不让报 他们连国际卫生组织的不让报 对 所以国际卫生组织根据北京那些破情报 我告诉你啊 不仅WHO称赞北京透明 连美国的NIH 都在说北京这次做的相当透明 然后川普总统说北京做的习近平做的很透明 三个表扬 对都来自于国际社会 都来自于中国政府 信息都是中国政府给的 是 美国这位专家 去现场考察之后 就知道 WHO被骗 被骗 美国的CDC被骗 那么呢美国的NIH被骗 川普总统被骗 一路骗下来 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被骗 那是你去分析了 对不对啊 嗯啊 那么这个除了1月11号到1月16号 这个数字圆魂不动以外 圆魂不动以外 还一个更恶劣的事情在什么呢 1月8 12月8号到12月31号这一段期间 武汉没有病例报道 这也是更坏 告诉你 没有病例报道 1月11 这个1月1号到10号也是空白 嗯 也是空白 那么到 17号以后 到17号以后 数字才从 41例加了4例 变成了45 我很清楚的记得 估计是他们觉得再不往上报 不好意思 那么麻烦就出在这一段 嗯 啊 这个 我们那有一张图 啊 我们呢 我们那个网友可以 那个导播可以叫出来 什么图 就是这个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 那那一张图 他说 这个11号到16号啊 他不报这个事情呢 他制造了一种假象 对 就以为 武汉的病毒呢 已经被控制住了 嗯 所以武汉人啊 很淡定啊 可以不戴口罩啊 啊可以搞4万人的大聚仓啊 都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对啊 武汉人 是1月20号21号 武汉人啊 真的是啊 灾难 一场巨大的灾难 向他们 吸来 他们 居然 混乱不绝啊 你就像那个那次那个 海啸 印尼海啸一样 一场海啸 在那个地方酝酿着 然后 我们熟悉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还在那个边上那个宾馆里睡觉 嗯 就是这种情形 我真的 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觉得特别可悲 真的 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嗯 罪该万死 然后 现在呢 这个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很显然这个周先万在把这个上级领导给卖了之后呢 他还点了一个线索 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 传染病的 预防和报告 是有法律规定的 确确实是有法律规定 确实是有法律规定 那么这个这个法律规定呢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这个就 好像中国很有法律似的啊 他根据法律来办 从现在来看呢 那么这个法律呢 他是要求国家建立传染病监测制度 然后呢 那么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 都是法律规定的 还有呢国家要建立那个传染病的这个报告制度 嗯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那么这个法律的 30条31条33条 全部跟这个报告有关系 然后呢 我不想在这里给大家读法律啊 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说 武汉市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要报告 这个同级政府和他的上级政府 然后呢上级政府呢 还要报告给中央 这是这套报告程序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武汉的这个医务人员 对这事情有没有报告啊 我不现在我没有看到他们最初报告的第一起 因为这都全部是官方文件 对不对啊 但是后来的信息证明就是说 当 1月7号武汉的那个 武汉的这个当局把 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给检测出来之后呢 我想呢 应该是报告了 因为 如果不报告的话我看到一个报告一个一个人说他说如果这个病毒基因的检测 如果不是国家 疾控中心的协助的话呢 武汉市做不出来的 嗯 等于是 1月7号查出这个 病毒的 基因序列排序序列 这个是被国际社会认为他透明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 因为他报告查完他报告了四江卫生组织 这是为什么这是四江卫生组织第一次表扬武汉 那么专家分析如果没有 国家卫健委的介入 也就是中国疾控中心这一级别的介入武汉搞不出这个东西的 嗯 所以说 我可以知道我可以到在1月7号以前 武汉 就应该把这个事情报告为了 卫健委 嗯 那么 最后卫健委 端盘这是什么时候呢 1月19号 晚了12天 啊 第一次卫健委开始采取行动 卫健委采取12天 那么 现在的 球啊 说实在话公开的信息呀 把球踢到哪去了 踢到了国务院 嗯 国务院是这个事件的最够祸首 啊 那么国务院 在这个里头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们下一个话题要讨论 这个话题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啊 因为你演讲的很精彩 我真的补充 不是精彩 我就是我把我理出的头绪 对 第一个是你把第1个层次理顺出来了 这个整个的隐 隐瞒 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各自的责任的大开的限速 但是我们还把它细化的话 每分每秒计算的话 我们找到责任人 要找到这个故事的完整的故事 因为我们完整的这个时间列条 我们要建立一个时间表 甚至我们回头可能如果你方便的话 把时间 时间表建立起来 有啊 我做了一个我在我的大四小评就早就把它捋出来了 对你能不能再把它到时候把它调出来我们做成一个 一个资料片 对啊 好不好把这个时间 这个是根据财新 我另外做了一些补充 因为财新那个里头没有报 这个1月1号这个 这个抓人的这些事情 那些人那些人是怎么抓的现在还是个谜团 没有没有报 对然后这个疾控中心什么时候介入的也没有报 他里头留了一些线 遗留了一些线头 对他没有列进去 那么我是根据你推 因为再根据一些 看不惯的人 他出来说话 这样可以把财新的那个日记呀 做了一些补充是这样 这个周兴旺啊 是这个四个官员中间 现在表现出来的 是这一次 两场并住中间 现在最勇敢的一个人 这个人的勇敢 除了敢于 把这个 这个事情的一部分真相 一部分真相 这个 有一个医生 打电话来 等下我跟他留言 一部分真相 这个 披露出来以外 他做了一个更惊天正在的事情 就是他胆敢说 辞职 谢天下 愿意辞职谢天下 这东西 林郑在私下来说我愿意走 这个是公开的 是他公开讲对 公开讲不是不错 这实际上比揭露隐瞒的事情 对官僧 震动更大 这是我我准备下面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武汉官场的人啊 他面临三个难处 第1个难处什么要对党负责 第2对人民负责 第3要对历史负责 他面临的三个东西的一种抉择 那么如果在 国务深屏的时候这些 这些吹牛拍马屁的官员肯定说对党负责 政治正确 啊 然后在冠冕谈话一点我对人民负责 对不对啊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到了一个我要对历史负责的阶段 因为 这么大的灾难 他又说 这个时候的武汉的那个副门官 他们必然面临到历史对他的记录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他用你说话 他这个时候 讲出来这些东西 我觉得 他已经在某一上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暂时各一边了 他首先要选择我也对历史负责 对 如果对方党负责 首先 他不能披露那个内部消息 他肯定要决裂啊 那就把地方和中央的责任 给 拖出来了 第二个是敢于辞职 我今天早上一早上就做一个节目 就是讲的是 其实比 揭露隐瞒还要重要 因为党的是这样 他是一个 是这样最大的黑帮 这个黑帮进去很不容易 对吧 要考虑啊 要写申请书啊 然后要一级一级往上爬 那是要符合这个黑帮的反复的规则 进去很不容易 但是出人们们 你进去难 对吧 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下 我不进去 他选择辞职 因为什么吗 他这一辈子官场的这种 艰辛 摸爬 甩打 出卖灵魂等等 全部都要一笔构清了 对呀 对 而且很有可能 党如果这次醒过来了啊 如果这次 生物病毒给治好了 OK 那我可以说中国官场病毒 就更完了 那就会更加急需恶化 那么对周兴旺同志为什么呀 查处 进监狱 对 你这个家伙搞得不好 你是贪污 乱搞女人 几个情妇 你把我们党的这个潜贵则破坏了 对 那就是会把他审判 根本不是说切他值的问题了 对 如果这一次中国是病毒 这个也治好了 那周兴旺 可能搞得不好 这个湖北省省长 甚至更高的领导都有可能 因为 对 你太露光了 不不不 我是讲假如嘛 假如 假如也没这个结果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是 石破天惊 你凡是在中国的观察要对历史负责的人 一定是在当下是受害人 是罪魁祸首 我告诉你 你甭想对历史负责 历史负责不是你来决定的 是党决定的 你说朱英杰那个孙子 哎呀抱歉 我不能 朱英杰那个总理 对吧 你也太激动了 因为我 当年是多少棺材 对吧 多少试你 到美国来 幽默 智慧 我当时在场啊 我现在朱英杰这样的人 简直在中国观察里面没有啊 这么聪明这么智慧把那些 什么这个 某什么托拉呀 记得吗那个公司还存在吗 摩托托拉 还有一大堆这样的乱七八糟的公司 那些西洋一个在上面真心的鼓掌啊 在芝加哥啊 那么这个 我还陪着这个 这个朱英杰同志啊 到农场还出来一把 对吧 你是一个优秀记者 江泽民来哈佛的时候你追到哈佛 朱英杰来的时候你追到农场 你反正是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走 领导在哪里 我们就跟着领导屁股在后面走 但是朱英杰在美国受到赞扬以后 一回到中国去傻掉了 你为什么答应买那么多农产品呢 为什么 谁给你这个权利啊 那个时候也是中美贸易易争财呀 然后这个朱英杰跑到这个加州就开始 我们要骂你们农产品 我们要消消你们的气 因为那个美国人很久气嘛 对吧 贸易易争的问题 消气什么 我就妈妈妈 结果一回去以后就顺持他 谁叫你妈妈妈的 对吧 第二个是 他在华盛顿DC 就跟你一样的 我的老板是江泽民 但是装出那个样子跟你一样的 根本就是不在乎这个领导 你怎么又含沙摄影啊 那是事实吗 大家看得出来吗 对吧 我只是做节目的时候为了这个 让我们的观众感觉我们在 认真的做节目才知道 那私下的我对何平先生是 卑弓去期的 他要是卑弓去期的 早就是北京的校长了 北大的校长 那么就不会有这个王冠有 王冠罚这样的这个这个 你们的这个主任啊 那么他回去以后 你知道周英基 这个 牛亨亨的总理 在美国得到这么高的名望 在中国得到这么多的老百姓的期望 你要他回去以后 像江泽民怎么讲的 总书记 我向组织保证 我不辞职 在任何的压力之下 我都不会辞职 我希望组织上 给我一个机会纠正错误 去管一管西部开发的事情 西部开发 实际上他西部也没有开发 棺材也没有进去 也就是大多很多的 这种 荣耀 什么叫荣耀 他现在毕竟是政治局常委呀 这个总理呀 对吧现在很多人还对周英基很高的声望啊 那离修去享受他的 这个幸福生活去了 这样的铁黑总理 这个名声 对到他的头上 后来就是 面对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他连辞职的胆量都没有 确实是你这一点表扬周英旺 我是认可的 就是这个 中共这个 这个组织啊 你录了党 你自己要 这个要出来是不容易的 几乎是出不来的 没门 对 你出不来的 进这张门很难 那么 出来没门 那么你这个 进了官场 你要说我不干了 这也是一个 非凡的勇气 所以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当年这个 萨斯事件的时候 我们老说 把这两个事情相比对不对呀 这个孟学龙啊 张文康 那是被码下来的 抹下来的 被踢下去的 不 你要辞职是 组织上同意你辞职 对 那么现在不管组织上也没有 他说我愿意辞职 他把这个姿态也做出来了 这是 是个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周先万超越了萨斯那阶段的 官场风气 可以这么说 对 那么 这个也叫做周先万 对历史负责任 那么 如果你要进一步责任的话 周先万你应该把这个 事情说清楚 对 记不说清楚说 武汉市 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病毒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 往这个 中央报告了 然后武汉 一直在催中央 把这个 批示 做下来 因为 这个 疫情的通告啊 按照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呀 他国务院授权的 不授权你不能干的 所以说 这个皮球踢到了国务院 那么 李克强的领导下的国务院 在这个里头干了什么事